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收看小主播看天下 大家好 我是李廷轩 我是刘怡玲 我是王于昕 我是陈炳泽 我是叶耀诚 请看今天的WOW新闻 于昕 你有吃过益生菌吗 有啊 益生菌甜甜的 味道有点像油肉乳 妈妈说益生菌可以促进肠道健康 改善消耗不良的情况 那你知道其实宠物也可以吃益生菌哦 真的吗 那宠物专用的益生菌 跟我们的益生菌够照的一样吗 多吃益生菌 可以增加肠道内的好菌 所以不管是人还是动物 都要有一个健康的肠胃 才不会有便秘或是消化不良的问题哦 那接下来我们一起关心 这则宠物健康新闻吧 这几年养宠物身形 毛小孩是许多现代家庭不可或缺的成员之一 宠物餐厅 宠物旅馆的兴起 就是为了照顾这些备受疼爱的毛小孩 而现在关怀的触角更衍生到了健康问题 别瞎看狗狗妈妈碗里的食物 它们可是大有来头呢 这一包包毛小孩专用的健康食品 希望能透过益生菌增强它们的免疫系统 为肠道增加好菌来帮助消化 虽然目前还没有临床研究可以证明 益生菌能改善猫和狗的肠胃健康 但医生还是相信 益生菌能达到一定程度的肠道保护 现在市面上也有许多益生菌的形式 让毛小孩食用 从粉末 咀嚼盒棒 甚至忍动状 应有尽有的益生菌 可以混合在食物里 让狗狗猫猫轻松又不费劲地吃下肚 健康的身体是一辈子的财富 所以毛爸 毛妈们准备一体家中的毛小孩 增加肠道好菌了吗 很多人都喜欢养宠物 但是却不一定知道要怎么照顾它们 像养宠物不只要喂食 要清理 还要照顾它们的身体跟心理健康 今天小组伯们就要分享一下 自己家里宠物的心得 我们一起来看看 首先这鱼心 对 这是我在我们家 我们家有养两只猫 那两只都是母猫 那因为那两只猫都已经是16岁了 差不多是人类的快80岁 所以就是它们已经是老猫 所以像是吃上面就有很重要的 就是要注意的事项 像是它就必须吃一些低蛋白的 然后而且是不能太油的食物 就是跟一般就是平常年轻的一些 猫咪可能购买的食物会不太一样 像是它因为老猫一定会有一些什么疾病 那像这两只猫有时候胃会不舒服 那就会吐 可是它吐的跟一般猫咪 猫咪一般会吐毛球 因为它们舌头上有倒勾刺 所以在清理身体的时候 就会勾起一些毛 那它除了吐毛球之外 它会吐出一些可能胃中的一些东西 对 那因为这个是没办法先预料知道它要吐了 所以它可能就是吐完之后 然后再去处理 出去听的概念 对 那这一只是我们家的Coco 它是一只腊肠狗 那我们收养它的时候 它就已经四岁了 算是一只成年狗 那它现在八岁算是老狗了 然后我们后来有查资料 就发现说腊肠狗 它如果常常做跳跃这个动作的话 其实对它的脊椎会有很大的负担 就是老了可能会瘫痪 就是需要坐轮椅 所以我跟妈妈就帮她准备了一个 狗狗专用的楼梯 然后把它放在沙发前面 这样子Coco上下沙发的时候 就比较不会对击 其实有那么大的负担 我家的猫咪也有这样的一个设置 是哦 我也有看过人家就是放那个小楼梯 然后放在那个沙发前面 因为这样它会比较好走 对 那这是我们家的毛毛 它是男生 如果要照顾好一只狗的话 可能就是要有很多的就准备 像要定食物 狗就像我们人一样就是 时间到了就要吃食物 然后要注意它不能吃的东西 比如说巧克力 大蒜 还有葡萄之类的 它虽然对我们人类来说很好吃 但是对它们来说是会致命的 想不到照顾这些狗狗猫吗 也跟照顾小孩一模一样的 除了要时常关心它们的健康以外 还要注意什么能吃 什么不能吃 更重要的是要多花一点 爱心跟耐心去陪伴它们 多花一点时间去跟它们玩 才能当一个秤子的好主人 对啊 这些小狗小猫都超猛的 可是有些人因为一时冲动而养了宠物 没有想到说这些宠物 可能跟我们人类一样 会变老 会生病 可能会变丑 宠物就像我们的家人 一旦养了它就可以再抛弃它了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今天的 够来杂学 今天我们的够来杂学 要来认识警察这个职业 而警察这个职业 就要像福尔摩斯一样来办案 所以我们请佑陈来告诉我们 如何让我们的指纹现行 要让指纹现行 首先要先准备一些道具 像是有粉末 很细的粉末 那这边我们准备的是咖啡粉 再来还有单色的纸张 以及软毛刷 所以首先我们先把手压在纸上 对 两只手都压吗 要压很用力吧 压着 压一下 好 好了之后要记得五指都要张开 然后伸直 让你的手心确实地贴着 然后 好 贴着之后拿起来 直接 还没有 接着呢 再拿粉末 然后舀一些咖啡粉 撒在你刚才压的手印的地方 那你先 好 老让比较短 这样够吗 好 对 它超硬 它那个直接就看得到了 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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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 那你太多了 这样 你应该别跟我讲 好香 好香 等一下 把它拨过去 出来了 谢谢 技术好纯熟 谢谢 好了 好了之后呢 接着拿软毛刷 然后把咖啡粉刷掉 刷掉的咖啡粉 先留在旁边 然后到时候再倒回空盘里面 刷刷看 轻轻刷 这样应该就可以很容易 看到自己的指纹了 好像有一点 有 有 有 一个一个的手指头 好 那我们都完成了 现在就来看大家的指纹吧 我的好淡 超清楚的 对 那你们有没有看到 手指头上面都有一条一条的纹路 这些纹路呢 其实上面都有汗线 会排放汗液 那手指碰到物品的时候 那个汗液就会留在物品上 而且汗液的粘性非常的高 而且挥发速度也很慢 不会马上消失 就形成所谓的指纹了 看完大家的操作 我觉得大家都有这个机会 去成为福尔摩斯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 让佑成带我们来体验一下 警察的职业 对警察的印象就是正义的化身 因为他们要打击犯罪 维护治安 所以听起来都很有威严 不过我听说警察还有一个称号 叫做人民的保姆 这个称号听起来很 也因为这样引起我的好奇 真的好想要去了解警察这个职业 因为我的外公还有我妈妈的堂兄弟跟表兄弟都是警察 我比较想了解的就是说警察他们除了要维护治安 指挥交通之外还有哪一些事情要做 这里是基隆市警察局 大多数的人都认为 警察局是令人害怕严肃的 不过 今天这里怎么这么的热闹 所以今天佑成的任务 就是要带大家来认识警察这个职业 顺便也探索警察局的面貌 副大队长你觉得我这样帅吗 帅是很帅 但是你未满18岁也没有戴安全帽 你只适而骑那个警用小哈雷 为什么今天警察局这么的热闹 是有什么活动 我们警察局举办了一个扩大的育人万岁宣导 那为了让全体的市民还有小朋友了解警察 一整年的辛苦 那我们举办了一些黄牆黄窃 诈骗的这个宣导 我觉得警察的工作有指挥交通 然后还要维护治安 然后有时候要去抓坏人 然后或者要查气毒品 然后我觉得最危险的是抓坏人 抓通气犯 因为有些通气犯可能身上会带着武器 所以在抓他的时候 有可能自己会受伤 今天举办扩大预防犯罪宣导活动 内容感觉很精彩 我等不及要去参加了 教官叔叔 这里就是我们的警卸诊识区吗 是 哇 好重喔 这个有多重啊 大概三到五公斤左右 看家装的东西来论定 那你们夏天出去办案 穿这些装备的话 流汗的话不是会很热的吗 几乎是每次出去回来就是 整天都湿透湿到袜子里面都在湿的 所以我们退勤回来之后都要 这个都要做分析 然后这个做一个茶室保养 保护装备 辛苦是必然的 但是这就是工作的一部分 光帆弹衣就已经三到五公斤了 但教官说出勤时每位警察身上 穿戴的装备有十二到十五公斤了 简直就是背一颗巨石在身上 好重好辛苦啊 不敢想象警察工作 还有什么更难的任务 大家好 我是来体验现行计的 究竟什么是现行计呢 这个指的就是呢 我们把一些我们平常看不到的 隐藏在环境中的指纹 然后透过一些科学的方式 让它显现出来 这样子我们就可以做记录 或者是做比对啊 好 那首先呢 我们这边可以看到 这边有一张纸 上面是什么都没有 那我们现在先把纸盖在上面 来 先把手拿起来 好 虽然你看不到 但是指纹这时候已经附着在上面 那我们要怎么让纸纹现行呢 就是要使用这边的 就是神秘的磁性粉末 来 换你试试看看 在纸张表面轻轻地用画圆的方式 哇塞 好多指纹哦 指纹见识可以帮助警察找到犯人 和提供办案的证据 看来要成为警察不是一件简单的事 这也让我越来越好奇 想要更深入了解警察的工作 叔叔 我已经参观完了 可是我又想知道 你们平常都是怎么工作的 你应该想要了解我们最基层远警 他每天做的事情吧 那我介绍一个我们的第二分局正面拍之所 来让你了解警察最基层所做的事情 好吗 好 太好了 这里就是副大队长叫我来的正兵派出所 现在我就要进去当实习小警员 叔叔 你现在在做什么 我现在在排情意表啊 子班跟背情 你们有没有看到巡逻手腕 巡逻跟背我们是一般 我们是针对辖区的治安状况 承报上去之后 那分局他会去规划 对于这个这个辖区的维护 这比较重要的点 那那个时间点 我们就去规划巡逻的情路 那当然也有几家特殊的临死状况 比如说扩大领检 然后取离酒驾 一方面也能够防止 酒驾的案件的发生 然后也能够提高那个见警率 那等一下可以请警察 带我去巡逻吗 可以 那你我们要准备好了 好了 有时候呢我在路上呢 会看到有一些警察 开着巡逻车 然后在附近巡逻 然后有时候会到 那个巡逻箱里面去签名 可是其实我并不知道 他们为什么要这个样子巡逻 所以这一点也是 我今天想要了解 这就是病点巡逻吧 对啊 我们这就叫做病点巡逻 来 那为什么外面有一个叔叔 站在那边站那么久 因为现在要过年啦 那我们为了预防民众被诈骗 或者是预防说有一些强案的发生 那所以我们作为金融机构 有做重点式的巡逻 所以才会一个叔叔这样子站在这边 哦 原来是这样哦 对 来 邮局到了 邮局到了下一个点 邮局 那你们为什么每天都要 这个样子定点巡逻 巡逻的过程中发现说 有没有什么可疑的人啊 或者是有什么违规 邮局做一些巡逻的 叔叔 那你们在出勤务的时候 遇到危险的事情 你们是怎么样保护自己的 我们会穿好装备 然后在学校的时候 教官也有教我们一些 基本的防身术 你可以教我吗 可以啊 我们有专业的教官 我可以介绍给你 他会教你哦 好 教官叔叔好 我已经换好衣服 准备跟你学 打败坏人的琴拿术了 可是叔叔要先给你一些观念 打坏人这件事情 基本上在这个社会上 是由警察来担任这个工作 因为以你的身高体重 还有你的年纪 其实你的力量 并没有办法跟一般的成人 坐向抗衡 所以你必须要有个观念 跑很重要 抗衡的时间越短越好 而且要快 迅速 抓准时机就是跑 这样你了解吗 嗯 好 接下来叔叔有一个测验 可是我希望你能够过关 我会攻击你 那你必须做防御 通过了 你就通过这一关的考验 OK吗 OK 好 来准备 假设我是坏人 这样子你怎么办 你看你怎么拉 拉不开 你忘了 你还有一只手 两只脚 对哦 好 换你拉我 那接下来 我可以做什么动作呢 攻击你的鼻梁 攻击你的下挡 哦 不要把focus放在这边 走击完 攻击完之后就是跑 哦 了解吗 了解 跑得越快 你的神人几率一定会越高 刚刚教官教我防御技巧 很重要的两件事 一是抗衡的时间要短 二是抓准时机逃跑 未经牢牢记在脑中 现在要回去派出所 继续看看警察还要做哪些事情 警察工作24小时不打烊 分层 值班 背勤 巡逻 守望 工作会轮流 值班的警察就要负责听电话 接受民众报案 我原本以为这是个轻松的工作 后来才发现不仅要接受民众报案 帮他们解决问题 有时候还要充当心理医生 听民众诉苦 其实一点都不简单 接下来我要出的请务是 治安风水师 可是什么是风水师啊 来 这一本先交给你 其他的等一下我们到县里 再给你一一的做介绍 警察工作真的是包山包海 没想到他们还要去帮别人看风水 嗨 你好 嗨 你好 我们搭爱的小主播要来这边 你好 这是我们的后边嘛 你看 我刚才问过 需要多余 需要再加强改进的 来 我给你看看吧 来 叔叔 我到底要看哪一些部分啊 那我们就来先先看 它的后门的部分 因为后门是一个房间的出入口 因为这个地方是一楼嘛 那周围的围墙很容易被小偷侵入 那所以在门窗的部分 要更加强 所以小偷要进到人家家里面 第一个窗户不然就是门 那如果这些窗户跟门 我们的防盗设备 设施都做得很好 那小偷看到这个房子 哇 怎么这么难进去 你觉得他还会想要进去里面 偷东西吗 所以门窗的房屑是很重要的 那像这个窗户 只要加个铁窗就没问题了吗 当然不只是加铁窗 还要看这个铁窗它的材质 它装得牢不牢固 像二楼这种铁窗 它就做得很牢固 都是白铁的 哦 原来治安风水师 是警察到民众家里 协助大家检查 居家环境安全的服务 从几个地方 像是家里门窗 锁 照明设备 以及防盗设施 来检视住宅安全 目的就是帮助大家建立一个安全的居家空间 所以说你做这份工作几年了 我做了二十几年了 那你觉得警察这份工作里面最辛苦的是什么 警察工作最辛苦的部分当然就是在外勤太区所里面 他的轮班 第一个是体力的耗水 那第二个是没有办法每天晚上回去陪家人 这是最幸福的地方 今天体验警察工作之后我发现 警察除了要轮班职勤 无法每天和家人在一起 为了要维持社会秩序和保护人民的安全 二十四小时不分昼夜 不怕风吹日晒雨淋 真的是很辛苦很伟大 就是这次当警察这个工作 我其实觉得还蛮好玩的 我觉得警察工作非常的重要 因为如果没有警察的话 我们这个社会的治安都会非常的乱 警察还会跟地方的民众们一起互动 像是发放物资或者是到家里去检查 那个房窃之类的器具这些东西 最后我要向各位警官们致敬 加油 看完又成的外景体验 我觉得当警察真的需要具备十八般无益 那你们自己觉得当警察需要具备哪些特质 那自己又适不适合当警察呢 我觉得警察最重要的应该就是勇气跟抗压性吧 勇气就是因为如果是刑警 要去捉拿犯人的话 如果没有勇气的话 很难要去办这个案子 那再抗压性就是因为警察都在处理 我们人民的大小事情 所以就是会有很大的压力 然后又比较没有时间去想到自己 就会变成说没有时间去找一个 自己可以释放压力的出口 我觉得警察应该就是得就是刻苦耐劳 像刚依林刚刚讲的那样就是抗压性也要很强 就是而且你还不能抱怨 因为可能像是民众啊 会有一些什么小小的事情就爱找你 然后你就得再分神去处理他的事情 然后可能还有更大的案子还要去处理什么的 就觉得你要很有耐心 而且对 就是刻苦耐劳 我觉得很重要 很辛苦 我觉得应该是勇敢 因为有时候警察可能去巡逻 是要去的那种比较偏僻的地方 所以就比较需要勇敢 那我个人是觉得如果当警察的话 一定要有体力 然后意志力也要很强 因为其实你在处理大小案件的时候 有时候像是追捕犯人 你需要耗费很大的体力 然后回到局里的时候 你又要必须处理其他的案子 所以体力非常的重要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意志力 因为其实警察他们是24小时 然后这样子轮班的 所以每个人都要有自己意志力很强 所以这样才有办法去对抗那些坏人之类的 那你们有谁自己觉得 自己有机会可以当警察的吗 可能有点都很困难 是有点难 有点难 对 所以今天也很谢谢又诚 带我们认识了警察这个伟大的职业 我们有一个这么厉害的人民保姆 来照顾我们的安全 我们要好好地感谢他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 小主播看天下 我们明天见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